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猪猪,欢迎光临我的秘密小频道 今天是我的八字科普第三集 之前我们讲了青龙复兴歌,还有白虎持世歌 分别针对就是甲木乙木日元的同学 还有辛金耕金日元的同学 今天我们来给火日元的同学来科普一下 你们很帅的歌剧叫什么呢 有的,首先火日元的同学你们是什么呢 丙火跟丁火这两个天干作为日元的同学 丙火它是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 是很热情的,像太阳一样 没错,紫薇斗说太阳星也是五行丙火 那丁火是什么呢 丁火是烛光小火,很温柔,很细致,很能温暖人心的 我们史上好多好多的名人跟伟人都是丁火 因为他们特别,我在我的公众号里经常写 丁火日元的同学们 他就是自带着文明传播的这样的一共使命 就是来到世上的 所以他很喜欢分享知识,分享信息 把他觉得好的理念告诉大人 所以他就是很容易能 而且他又温暖的,他又暖 然后别人又喜欢听他说话,没有任何攻击性 然后通常还有点帅,有点漂亮,对不对 所以丁火的贵人很多很多 那么你们有什么很帅的格局呢 注意啊,我说东方是青龙,西方是白虎 也就是目命的人,他可以是青龙 人家精命的人是白虎 他们是很凶狠的动物 龙虎嘛,那你们呢,你们的重点不是凶狠 你们的重点是什么呢 是展翅高飞 是传播文明像 你们是文明之神 朱雀 所以朱雀就是你们的守护之神 而你们很帅的格局就叫什么呢 朱雀乘风 乘风破浪的感觉 朱雀呢,在中国上古世纪的传说里面 是形似有点像凤凰 但实际上好像翻了一些史料,野史什么的 凤凰的地位都还不如他 朱雀是一个形似鸟的这样的一种生物 然后他是南方之神 他代表什么呢 南方是火象之地 他代表就是温暖复述的地方 代表是文明的传播 知识的传播 还有就是一派富饶 其实跟我们的去地理上去理解 有一些你会体会到 那中华文明的南方也是很富属很富饶的地方 对吧 也是容易就是经济比较发展的地方 所以其实朱雀神整个意思就是这样一个 所谓的文明像的这样的一个神 所以朱雀乘风格 他的重点就不是多凶狠 而是要展翅飞得多高 朱雀怎么飞得高 就是要靠水 对 其实朱雀城风格呢 他其实说白了就是 朱雀城的水面上的这些风 然后飞得很高 然后就是水火互相映照的这样的一个格局 什么意思 你自己的八字日元是丙火跟丁火 你自己就是一团火 对吧 火之神 火烈鸟 但是呢 如果你的盘里有一片大水在这里 然后你就会成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水面上有一个火鸟在飞 这是多帅的情况 对不对 就这个意象就很豪华很壮美啊 没错 所以朱雀乘风格就是 就是一些就是自带着水 的这样的一些丙火跟丁火的日柱 说白了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有两个是最好的 哪两个日子呢 就是丙子日还有丁亥日 因为丙子日他自作的地支就是紫 紫就是一片水 纯净的 就是湖水 那丁亥日呢 他就是自作的一片大河 宽广的这样的波涛汹涌的大河 都是很壮美的情况 所以恭喜丙子日跟丁亥日的同学 我觉得你们天生 那个八字我看着就 就是感觉 就很美的一幅图片 就你们会 你们懂我的感觉吗 当你会看八字之后 你就用一些画面联想法 有些人就你看那个画面 就是哇很宏大 就感觉都感动到流泪 所以我经常遇到丙子 跟丁亥的客户的话 我都好羡慕 而且他们确实是 我们这样想 一个火命的人是多么热情 肯定的 我都说了你们朱雀之神是 传播知识闻名 那你们是就是热情开朗 喜欢跟人聊天跟分享的 再如果你们八字里有那些水 水是因为是火的 这个正观星 或者是七杀星 就是水去生木木来生火 所以你们八字里带自带着观杀 那就是真的是 那个气 就是有气派嘛 然后我觉得就是很有格局 很大方大气啊 丙子女丁亥女 都是很大放大气的 就是坦坦荡荡 这是我喜欢的 这是我不喜欢的 哎呀这是我的缺点 这是见效啦 然后这是我好的 就是他胜不交败不累 然后他对人 就是他对自己认知也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 就是非常非常的优秀 你想想看 如果我们来一个个说话 丙子 丙子日 子里面藏是鬼水 然后 鬼水的话 它是 它这个丙 它这个子是丙的 这个十二长生里面 胎这个地方 所以它是 嗯 它是这个 丙火 开始孕育的地方 你你做的这个日子 就是你这个 首先是你的 正观心啊 其次又是你 开始孕育的地方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你你自己带了 生机勃勃的生气 然后你也自己带了 什么呢 事业心 踏实感 还有就是家庭 家庭感 就给我像 很像就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唱到丙子日 我就很像那种贤妻 就比如说刘涛姐姐那种 你说他是不是事业心 绝对是 又带正观 然后又明媚 又能大方 又可以表演 那你说他是不是爱家庭 那又是贤妻啊 就是我感觉就是全能型 很优秀 就丙子日就是这样子 然后丁亥日也是这样 亥也是丁的胎 然后然后亥里面藏的人水 也是丁火的正观 所以丁亥日的妹妹也是 而且那个亥里面 还藏着甲木 就是甲木是丁火最喜欢的东西 因为甲木是专门去引丁火的 也就是丁亥日的人 这个妹妹们 你们的这个亥里面 既藏着你的正观心 又藏着正硬心 观察去生硬 硬有来生你自己 这个日子就是很漂亮啊 对不对 听得懂吧 如果听不懂的话 去看我公众号里面的 那个小白科普入门帖 就是那个奶瓶帖的 一帖跟二帖我都发出来了 我三帖我会继续讲一下 就是十神 大概正观正硬是什么意思 但总的来说 你们就记住 丁亥日的这个日子 这个亥嘛 又是他的事业跟老公 然后又是滋养他的源泉 所以他的事业跟老公 都可以滋养他 什么意思呢 我从那里面吸收到正能量嘛 我边工作边学习 边学习边工作 工作里面遇贵人 贵人里面又让我学习 所以他就是一种滋养的感觉 从工作跟家庭里面 源源不断的得到能量 你说这个日子又不优秀 很优秀嘛 对不对 好 还有几个呢 除了丙子丁亥之外 还有几个日子 是也含金水的 对不对 含金跟水 对 的日子 那金也是很好的 金是可以生水 所以呢 就是含金水的日子 都可以进入珠蟹 成风格 那但是下面这几个日子 有一个前提 就是你要入格的话 一定要 升强 就是你的八字 盘里面火能量要更强 所以你还现在还不知道 你们的能量 够不够强的情况下 还是先去五公众号上 去看一下奶瓶铁 你找到你的月令小班长 看一下你跟你班长的关系 如果班长跟你是 升你住你的大概率 你这个就是一个 升强的八字 所以下面这几个日子 全部可以入格 哪几个呢 丙生日 丙成日 丁友日 还有丁丑日 这四个日子 这四个日子里面 就不是含金 就是含水 都很好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是含有财心 就是含有关心 都很好 那财心就是钱财 关心就是事业 多好啊 只要就是 这个八个字里面 就像我说的 它的火够强 并且这个含来的 金跟水 这几个日子都含金水 金水的那个比例 是OK的 这就是非常漂亮的 朱雀成风格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日子 在三密通会的时候 我看呢 他就是会说丁位日 是 不知道为什么 黑丁位日 丁位日 就是说 他说他是叫 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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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脚 他说他是不利六亲的 朱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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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像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点浪漫 叫阿飞正传里面 他说他停不下来的一只鸟 我的感觉 其实说白了 就是没有爸爸妈妈的保护 他没有家 这个朱雀 要到处飞 是这个意思 是不是出生于丁位日的人 爸爸妈妈身体一定不好 或你一定要远行 不跟他们住在一起 不是的 因为八字 字数也叫八字 就是因为还有八个字 要一起看 我自己去讲的这些格局 是一些 一些古人的一些 我觉得就是一些去文 去谈 他就只看日注这一个注 他没有看另外六个字 其实严格出来是不可学的 你就当茶余饭后的 就来看一看吧 好的 所以呢 我就总结一下 朱雀成风格呢 它是一个漂亮的格局 很壮美的格局 它的壮美不在于 攻击性多么强 它是在于 就是那种 传播理念 传播能量 传播文化 传播光与爱的 这样的一个 很大爱情的格局 我很喜欢朱雀 成风的朋友们 你们都是很温暖热情的 严格说 丙火更热情 那丁火更温暖 所以呢 丙丁火的日元的宝宝们 如果你们天生 因为你们天生就带着 发光发热 传播很多事业 跟知识的这个 这样的一个使命 来到世界 那我就觉得 你们就尽情的 发挥你们光与热 前提就是 你们火能量要足够 如果你们不够 那么就要靠流年大运 那些火年的时候 什么猴年 什么马年 蛇年 这种年份 来实力壮大自己的火能量 然后好好干一番事业 好好去赚钱 如果在自己的居家风水里面 我好像之前出了 补火的帖子嘛 去看一看 你在居家会里面 点一些 就是 盐灯啊 或点一些小蜡烛 或者多晒太阳 对吧 把家里都用成红色的东西 你用这些 这样一些实惠 又不太 就省钱的方法 来壮大你的火元素之后 你就可以更安心的 去散播你的光与爱了 总的来说 记住了吗 上面六个 上面几个日子 要不要我给你们总结一下 最上榜的最好的 是 丙子日跟丁亥日 还有另外四个日子也很好 就是 丙生日 丙成日 丁友日 还有丁丑日 就是这六个日子了 好的 今天的干货帖 就讲到这里吧 如果对八字 还是觉得一窍不通的同学 欢迎去看我的 公众号里面的奶瓶入门帖 我一气气再给你们 喂奶 谢谢 谢谢 我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